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引人关注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似乎还要经历更长时间的低迷 许多地方政府承诺的购房补贴难以兑现 让购房者和市场的信心受到了严重打击 像山东为方的居民艾米王原本指望着补贴来装修新公寓 现在却因为补贴迟迟未到而感到压力山大 这不仅仅是个别现象 从山东到四川全国各地的购房者都在为了未能兑现的承诺而焦虑 接下来让我们转向一个与科学诚信息息相关的新闻 中国顶级病毒学家张永震因为在疫情初期公布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而遭遇困境 他的行动虽然为全球抗疫做出了巨大贡献 却因此受到了国内的排挤和压力 甚至不得不在实验室外露宿 这位科学家的遭遇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 让人们重新思考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最后我们来谈谈环境问题 在中国重振经济的压力下超过半数的城市空气质量未达标 这一现象背后反映出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发布了空气质量行动计划 但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这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的环境保护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每个故事背后都有着更深层的含义和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将为您深入解析这些复杂且引人关注的事件 中国许多地方政府无力兑现购房补贴 房地产衰退可能持续更长时间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为刺激陷入低迷的中国房地产市场 中国很多地方都承诺向购房者提供各种各样的购房补贴 但来自中国的许多消息显示 这些补贴政策由于地方政府遭遇多种实际困难而无法落实 这势必会影响到人们对中国房地产业复苏前景的预期 据路透社周二4月30日报道 中国东部城市山东围坊居民 艾米王 艾米旺 两年前买了一套公寓 原本指望拿到地方政府承诺 提供的10万元人民币的购房补贴之后 对这套公寓进行装修 但因购房补贴迟迟不能到位 而一筹莫展目前还没有入住 王女士今年30岁月薪8000元人民币 她用110万元购得一套毛坯房公寓 每月还贷6000元 另外她还花1800元又租了一套 其他生活费基本都指望父母帮助 她表示自己目前压力很大 维芳是一个有着900多万人口的城市 论经济规模可能超过克罗地亚 她像中国其他几十个城市一样 为自己疲弱的房地产业 而向购房者承诺会提供多种购房补贴 但是路透社说房地产市场低迷 削弱了这些城市向开发商拍卖土地的能力 从而失去了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 这也就意味着地方政府无法筹集资金 向购房者兑现自己的承诺 为此许多购房者感到非常无奈 人们对政府未来的支持措施产生了怀疑 龙舟经讯中国研究副总监克里斯托弗 贝多尔克里斯托弗表示 家庭可能会开始认为 地方政府资金过于紧张 无法兑现补贴承诺 这肯定会影响到人们购房的决定 路透社的报道说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网站上的评论区里 有很多人抱怨说 在过去六个月里 他们都没有得到这类补贴 抱怨者分别来自中国五十多个城市 其中有山东滋博 河南商丘和四川自贡等 许多城市的政府部门 都在人民日报这个平台上做出了回应 这个平台要求使用者实名注册 维方官员说 疫情、经济低迷和减税 导致政府无法兑现从3万至30万元的购房补贴承诺 维方市下属的朱城市财政局 今年1月表示 财政收支短期矛盾突出 地方财政安全面临巨大压力 导致住房补贴发放迟缓 维方市有关部门 今年3月表示 他们已经部分支付了补贴 更多的补贴正在处理中 自贡和资博官员的表态与朱城类似 商丘当局则恳求大家耐心等待 称补贴会在准备好的时候发放 房地产市场在高峰期 在中国经济活动中的占比 大约为14 而土地拍卖的收入 在疫情前都是地方政府的最大一笔收入 但是疫情爆发后 这项收入大大减少 美国研究机构荣顶咨询合伙人 洛根·赖特·Logan Wright表示 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中 被低估的一点是 真正的影响落在了地方政府身上 中国媒体《中防报》 本月早些时候也报道了 河南、安徽、四川等许多地方 都有类似的问题 报道提到的地方 有河南中牧县、鲁州市、浦阳市和浦阳县 安徽书城县和淮北市、四川复顺县 滋阳市乐志县等 报道说 近几年 尤其是去年以来 很多地方陆续出台了购房补贴政策 包括吸引人才落户的购房补贴 以及二孩、三孩家庭购房补贴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很多购房者 但补贴资金的发放 却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顶级病毒学家 应公布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 而麻烦缠身 如今露宿室外进行抗议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联社周二 4月30日 独家报道了中国病毒学家张永震 因在中国爆发大留意之初 未经当局批准 发表有关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论文 而不断遭到迫害的情况 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 报道说 这名病毒学家 目前已经被他所在的上海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实验室赶了出来 连续两个晚上 睡在实验室门外 网络上流传着 张永震将棉被枕头 搬到实验室外的走廊上露宿的照片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说 张永震的实验室 正在进行装修 出于安全原因暂时关闭 该中心还表示 另外还给张永震团队 提供了一个临时性的实验室 张永震的回复是 他的团队是在被赶出实验室后 才得知 上面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临时实验室 但这个实验室 达不到进行试验所需要的安全标准 上个周末 张永震试图进入他的实验室 却遭到保安的阻拦 网上的照片显示 张永震在室外冒着小雨 坐在硬直板上进行抗疫 这位病毒学家 从4月28日晚上开始连续两天 睡在上海公共卫生中心下面的 华东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实验室门口 这个研究所成立于2020年10月 所长是张永震 副所长就是在新冠病毒大流益中 闻名全球的病毒学家石正立 中国和国际医学界里 有很多专家认为 肆虐全球三年新冠病毒大流益 就发端于中国武汉 而石正立所在的武汉病毒研究所 是武汉唯一进行新冠病毒存放和研究的机构 国际卫生组织 虽然数字对病毒源头进行调查 但遭到中国方面的坚决抵制 张永震团队 在2020年1月 率先发表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 同年12月 张永震入选《自然》杂志 《Nature》年度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 美联社引用张永震 在微博上面发出的一条贴文说 他不会离开 不会退缩 他追求科学与真相 张永震还表示 上海公众健康中心 不许他和他的学生进入实验室 美联社说 张永震的厄运 使自2020年1月5日 他和他的团队 率先解析出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排序 张永震曾经在内部 向中国有关当局发出警告说 病毒存在扩散的风险 当时他还没有向外公布 病毒排序的消息 结果 次日 他的实验室就被中国卫生当局 下令暂时关闭 张永震本人也受到了当局的压力 外国同行很快得知张永震团队 和其他中国科学家 对新冠病毒进行排序的消息 并要求他们向外界公开 张永震在没有获得政府批准的情况 于2020年1月11日向全球公布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为全球抗疫奠定了基础 并因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张永震的这一行动 促使世界各地的卫生当局开始对病毒进行测试 也推动相关方面进行检测 病毒的试剂和疫苗接种和疾病控制措施的开发工作 张永震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但是美联社说张永震的合作者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病毒学家爱德华 霍尔姆斯Edward Holmes说 张永震发布病毒排序 也导致当局对其实验室的额外审查 张永震被免去中国籍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职务 他与之前一些前合作伙伴的合作项目也遭到禁止 他的研究工作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美联社引用霍尔姆斯的话说 自从他无视当局的反对公开发表新冠病毒的基因排序以后 针对他的麻烦就一直没有断过 这个过程让他感到崩溃 我很吃惊他还在持续工作 重振经济压力下 半数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一家非盈利机构的研究显示 由于中国政府将重振经济 列为比空气质量改善更为优先的地位 被中国政府明确列为改善空气质量的城市中 有半数城市未能达标 中国政府通常会在每年秋天 公布一份冬季空气质量行动计划 因为烧煤取暖和大气环境 会让冬季几个月的空气质量受到污染 但是根据芬兰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 CREA的观察 中国政府2022年根本没有实施 冬季空气质量计划 这一计划直到2023至2024冬季 已经过半时才恢复推出 路透社曾试图联络中国生态环境部 寻求对此事的评论 但是没有立即联络到相关的单位或个人 芬兰能源和清洁空气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说 在2023年第四季度 12月空气质量行动计划针对的城市中 有半数城市的PM2.5水平不达标 而到了2024年第一季度 仍有41%的城市空气中 PM2.5的水平高于计划规定的水平 PM2.5是极为有害健康的微小颗粒物 直径在2.5微米或以下 研究报告表示 此前在2022至2023冬季PM2.5水平同比暴增4.7% 到了2023至2024冬季PM2.5水平同比的涨幅 才下跌至1.6% 中国国务院2023年12月发布的空气质量行动计划 聚焦于降低京津冀 长江三角洲和中国北方山西和陕西两省 对煤炭的使用量 报告指出 水泥和煤炭产量的降低 在2024年第一季度降低了微小颗粒物的排放 但是煤电厂、有色金属和石化产业的扩产 降低了空气质量改善的幅度 报告引述2022年的数据说 中国工业微小颗粒物的排放 占所有排放的62% 芬兰研究中心的报告总体认为 在空气污染难以改善这一问题上 气候变化比PM2.5排放的作用更为重要 包括降雨、空气温度和压力 以及刮风这些气候现象 都会影响空气污染的程度 报告说 即使中国的城市都能按照空气质量行动计划 制定的目标实现达标 中国制定的目标仍然大大低于 世界卫生组织WTO建议的5维克 立方米以内的PM2.5水平 但是报告指出 这仍足以在2025年 将中国污染相关的死亡人数减少18万人 马斯克取消反应后 突访北京 令印度感到震惊和被轻慢 美国之音中文网 特斯拉、Tesla、首席执行官 埃隆、马斯克、伊朗·马斯 星期天4月28日 突访北京 并与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 举行会晤 强力推动其完全自动驾驶系统 FSD落户中国 并初步获准 将在中国收集的用户数据 输往海外 用于自动驾驶算法训练 马斯克在北京 不到24小时的旋风颁访问 的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因为中国监管当局随后宣布 包括特斯拉三型和外型两款电动车 在内的多款国内外电动车 符合汽车数据安全合规要求 在这一粒好消息加持下 特斯拉市值暴涨了6800亿元人民币 约合940亿美元 但是由于马斯克在访华之前 取消了本月稍早对印度的访问 以及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的会晤 印度人对他没时间访问印度 却有时间前往北京 深感震惊 印度一些媒体评论 更称的马斯克此举是对印度的轻慢 马斯克原定上星期访问印度 参加一项为价值30亿美元 投资的车厂揭幕的仪式 但是他却在最后一刻 以非常繁忙的特斯拉事物为 有取消了印度之行 而此时 印度政府为马斯克原本准备 出席的仪式印制的请柬 都已经发出 而当马斯克星期天现身北京 会晤李强 并为其完全自动驾驶系统 落户中国取得进展之时 通常对中国持强硬和批评态度的 印度各新闻台 都对马斯克大加踏法 路透社引述印度陷阱电视台 MirrorNet 在黄金收视时段播出的一段新闻片说 劣质的道德还是在商言商 而节目主持人则称 印度这里人人都感到震惊 印度第九新闻台 News9 星期一晚间 播出了一段关于马斯克的片段 解说词中表示 中国你好 印度再见 电视台随后在荧幕上打出的字幕显示 非常繁忙的特斯拉是我 取消印度之行 一周后即访问中国 路透社曾试图联络特斯拉和莫迪的办公室 寻求对此事的评论 但是没有收到回应 马斯克4月20日曾表示 他期待今年稍晚时间访问印度 不过 印度政府却一直没有对他取消印度之行 或访问中国发表评论 路透社报道说 马斯克访问印度如果成行 有可能提升 莫迪为第三任期而进行的竞选活动 在竞选如火如荼之际 宣布特斯拉的投资案 有可能被视为莫迪重商有商政策的体现 由于美中经贸风波愈演愈烈 莫迪政府一直试图将供应链多元化 减轻对中国的依赖 马斯克取消印度之行 而访问中国 给了莫迪对手攻击他的一个机会 这根本就是对莫迪政府的监管政策 缺乏信心吗 大公司一再弃印度而选中国 印度主要反对党国民大会党全国发言人 沙马 穆罕默德 沙马姆哈姆 在社媒X平台上贴文说 印度政治讽刺作家 阿卡什 班纳吉 阿卡士班纳吉 在YouTube上开设的一个名叫爱国者的频道中 质疑马斯克 为什么没时间见莫迪 却有时间去中国 你认为莫迪在心里会原谅马斯克吗 路透社引述班纳吉的话说 班纳吉的这段视频 在19个小时内 点击率已经达到26.8万人次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